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 这一期干货很多 所以我们决定把小白板摆出来 静静的跟大家说一下 说什么事情呢 说一下我们的充电测试 这个是大家可能最爱看最关心的一个栏目 因为小米苏7有分标准版 Pro版还有Max版本 然后电池容量有三个 现在中间的Pro版90多度是还没有交付的 所以我们拿到的车就是一个标准版 用比亚迪磷酸铁理的73度 刀片电池 还有Max的跟零的时代合作的101度电池 看看它充电数据到底是多少 第三方小米苏7充电数据 可能我们家是最健全最齐全没有之一 冲出来的数据到底好不好看 先抛结论 如果你买了小米苏7建议你出去充电 找4到5C的超级液冷快充装 你改告诉你 首先在800V这个版本Max 我们在第三方的装跑出来 是超过300千瓦的功率的 在第三方装我们充电都知道 它的协议电流会有限制 所以它都会有个上限是400A的 也就是说你拉不满这个电流 它理论上4到5C的电流是至少480A到600A的 关于第三方的这个400A 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小米苏7的上限 所以这个要等小米的官方超级装建成之后 我们再去测一下才会有答案 即便是被限制了 我们还是跑出了这么大的功率 并且它持续性很好 从我们起冲的6%到7的溃电状态 一直冲冲冲冲 冲到34% 35% 电流或者是功率才有所下降 后续的降流也是一个线性下滑的过程 而不是那种断崖式的下跌 并且从现场的充电体验 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散热声的 所以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小米苏7的散热 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刚刚说到了 这个协议的400A的上限 无论是800V的版本 还是标准版 一样都吃满了 这个400V的版本 虽然它跟800V比 充电的这个完成度差了一点 但是在400V里面还是这么能打 原因就是400V的版本 散热性能同样做得不错 这些数据很冰冷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80%的完成时间 官方说max101度 19分钟可以完成10-80% 那么我们实测20分钟搞定 很接近官方的这个数字 所以要还原官方的这个超级充电的能力 记得找这种4C装 标准版本 即便在第三方装 同一根装 跑出来400A的大电流下来 也做到了这个28分钟 冲到了80% 虽然跟发布会说的 这个25分钟差距有点点大 以400V的车 我们实测过的来说 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已经是400V的顶流 比如说跟Model 3 Model Y 就特斯拉那些是齐名的 400V开外很多的车型的充电的能力 基本上是在半小时以上 总之 小米苏7的充电能力 无论是800V还是400V 在行业内 都算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 这个堆料 性能 包括充电这方面 真的是很不错的 你们肯定说 超级夜冷装 很难找的 我遍地都是两系装 那我还原不了这个 我来来去去都是半个钟 它去两系装的话 充电要慢多少 我们拿这台车 第二次干到亏电 去一些两系装 两系的电流 一般就是250A 功率就是电流成电压 装给你的电流是固定的 你的车端电压越高 你吃到的充电功率 个方面就是越高 那两系慢多少 先看10%到80%的完成度 你看Max版本 两系装跑出来的37分钟 跟4C的20分钟差了多少 这不是几分钟搞顶的 应该等了差不多十一分钟 应该就是功率不够 小米苏7的800V版本 实测跑出来的电压 是有760-820之间的 所以一个120千瓦的两系装 其实实际上我们的充电电流 可能就在个百来安左右 如果800V的小米苏7 出去外面两系装 我们的车是轻松的 把这根装给拉爆了 甚至都不够吃 包括从快速回血能力 这块也是发现 两系装跟4C的差距 前10分钟同样是800V的 我们通路的电量是46度多 回血的比例是43% 用两系装冲 10分钟也就冲了个19度 多不到20度 实际回血的比例19%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10%亏电去的话 10分钟你可以把电量冲过一半 冲到50几几的 折合我们的实测的续航 前10分钟的回血能力 800V去两系装 还不如一个400V去试西装 来得快 三分之一的这个效率差了 你们肯定说 超级夜冷装 很难找的 一个基站里面就那么一座 而且还不一定找得到 现阶段其实除了我们御用装 这些第三方的品牌装 会有超级夜冷装之外 部分的一些车企 厂家的那些装 已经开始开放 给一些其他品牌的车 开始用的了 总之就一句话 用发展的眼光看 充电装越来越普及 性能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的充电体验 一定是逐步上升的 所以结论就是 拿了小米苏七 出去外面快充 记得找4-5C的超级夜冷装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 小米苏七充电方面的内容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关于 能耗续航以及小米苏七 保姆级别的导购建议 大家敬请期待